Hello 我是Jason 今天會介紹家長很受歡迎的兒童車品牌Frog Bike 為什麼它這麼受歡迎呢 除了它的車是英國製造有品質保證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它輕身和好踩 想知道為什麼它這麼好踩的話繼續看下去 這個單車跟其他兒童單車沒有什麼分別 但Frog Bike很清楚 它不是純粹把大人的單車縮小 因為好像我們的腳 大人的腳佔他們身高可能有一半 但一個一兩歲的小朋友 他的腳只不過是佔30% 所以是不可以賭帽照給的 所以在研發這個單車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跟英國的大學合作 集合了過百位不同年齡小朋友的身高 以及它不同的數據 再結合它們實質用家的感受 是得出一些數據 放在它的車的設計上 再加上它是會用 根據不同的需要 去微調它的車設計 所以其實它的車型號 它就不是用尺寸去分的 即是18、20 它是用小朋友的庫廊去分的 好似我眼前這一架Flog 53 其實代表它小朋友的庫廊是53cm高 長的話就可以踩得到 但其實它的設計 這架車的時候 都不是純粹只是參考這個庫廊高度 它還會用這個小朋友的手長 和新長去參考微調它的設計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一系列 就是在Flog Bike裡面 叫做Hybrid Bike的二銅單車 它的尺寸是由20吋到26吋都有 好像我在眼前這一款 其實就是Flog 53 20吋的單車 Hybrid Bike其實在Flog Bike的定位 它已經懂得踩單車的小朋友 它就可以踩長途一點 所以這一系列的Hybrid Bike 其實它已經有了這個轉波系統 全部都是用了這個 Shimano 8 速轉波系統 令到小朋友 無論是上車下車都揮灑自然 然後省力一點 它設計你的單車的時候 它有很多細節位 好像它這個brake 它就重新設計過 令到小朋友很容易兩三隻手指 都會撒停車 不會因為擦得太快 手不夠大便會撒不停車 造成了一些安全的風險 另外它這個不得不提的 就是它重新設計專利的波手 過往其實我們在坊間買回來的波手 譬如八速、七速 它轉波要是扭 小朋友很容易扭的時候 又跳 不小心扭到 或者它轉波用手指的話 可能都是一隻手指公 要推 另一隻手指 可能食指就要按 有時候其實小朋友都會搞亂 它重新設計過 一隻手指公就搞定這個上落波 變成小朋友很容易操控 一前一後這樣按 而它設計這個波手 其實它都是針對小朋友的力度 小朋友輕力一點就可以做得到 這樣就可以轉到波 而且它整條波線 是換了一些比較高規格的 令到它轉波的力度 可以減少35% 輕鬆一點就轉波 另外其實它這個車 都是用了前後快拆的輪子 讓它收藏、上落港鐵 或者是維修都方便很多 它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輕呢 除了全車都是用了鋁合金去做之外 它都用了很多名廠 即是比較高品質的配件 譬如Tactual的brake 台灣的Hubs KMC的鏈 Shimano的波腳 以這個8速的波腳 其實它是由11T到32T 變成適應不同的路段 那個gear ratio夠寬闊 就像這個Frog 53為例 這輛單車已經適合了最小的矮 1.15cm的小朋友 都應該可以踩到的 而它這系列 其實可以去到26吋 Block 78T 它的重量是因為整輛車都很輕 最輕的像我現在眼前的Frog 53 只不過是8.2kg 而最重的那輛也不過10kg 相當之輕 令到小朋友操控力更加自餘一些 而另一個Frog Bike專利的 其實就是它的曲柄的組合 它其實研究發現 就是小朋友因為它曲柄的長度 去調節的 所以它的長度會短一點 變成小朋友 踩車的時候 就不會提腿 看得這麼高的夾腳 另外其實它的腳踏之間的距離 都會窄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大人的屁股 和小朋友的屁股 是不一樣的 小朋友的屁股 就小一點 變成兩隻腳之間的距離 都會窄一點 如果你用坊間的曲柄組合 抹得太大 它踩的時候 就好像八字形的踩車 變成踩得不舒服 也會浪費力一點 所以它就設計了 這個Q-Factor 兩隻腳踏的距離 比較貼的這個專利曲柄組合 也知道小朋友 就是顏色先缺 所以其實Frog Bike 其實都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顏色 好像眼前這架 粉紅色、橙色、藍色 定期都會和不同的團體合作 出一些特別版 近來就出了我眼前 這款橫化特別版 黃色 相當之型 在單車競踩的話 的回頭率是極高的 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而一系列的Hybrid Bike 其實都已經登陸了Jolly Map的網站 以及我們的門市 還不快些帶小朋友來試車 想緊貼我們的產品資訊 玩樂的介紹 以及教學的示範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支影片見 拜拜